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那个时候我反映到 奶粉里面可能是有那些不干净的 不健康的东西 孩子他身体那种自我防御机制在发挥作用 第二周呢 全世界各地的奶粉也都到了 但是孩子的表情还是同样 我后来在想 就是说你想新西兰 从欧洲 从美国和加拿大 能运到北京的奶粉 差不多一两万公里的这种路程 放的添加剂肯定也会很多 防腐剂乱七八糟这些东西 所以后来就逼着我养羊 一直到今天我就养了七只羊 养了七只羊 所以养七只羊的这个过程呢 跟我们今天想要谈的这个 安抚发布的这个项目的 这个内在的这个业务逻 它是有联系的 也就是第一个 就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就是因为我们希望能够给孩子 给消费者呢 能够重新帮助大家 塑造一个安全食品生态 从而帮助消费者 帮助孩子呢 找到安全的食品 这是其第一个目的 第一个动机 第二个动机 我们在这个将近六七年的 这个时间过程当中呢 摸爬滚打 摸出来的第二条认识就是 要想让食品安全 那环境必须得安全 因此呢 我们最后就提炼出 也算是摸索出了 就能够概括整个商业模式的 一个一个愿景 我们这个愿景呢 实际上还是来自于马云 就阿里巴巴的马云 马云当年说 希望中国人早一天 都能看到天蓝云白 水清的那一天 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愿望 但是呢 马云只是替大家 说出了愿望 但是他实际上 没有提出解决方案 云白水清的前提条件 是地要干净 因为中国从五十年代末期以来 在将近二十多亿亩耕地 这个范围内 投放了将近四五十年的 这个化肥和农药 累积到目前 我们称为叫土地面园污染 是造成中国这九百多万平方公里 二十多亿亩耕地 环境污染的最重要的一个成因 因此呢 我们提倡的安全食品生态 实际上是一个抓手 就通过这个抓手呢 来驱动 来引导 来帮助消费者呢 共同参与 整个安全食品的这个 生态的这个建设 从而最终能达到 地境天蓝 人健康的这么一个目的 这是我开头的一句话 那安否呢 我们是自己呢 是 我们自己出钱啊 我们也没有走资本市场去融资 从一一年一直坚持到 一七年 坚持了一七年 投了差不多有一个多 小两个亿 这都是自己在 替孩子 做了这么大的投入 实际上是走了很多万路 但是经过这六七年的这个摸索呢 尤其从痒痒那天开始 我们就发现 对中国的消费者而言的话 一个新的安全食品的 一个产业链的形成 培养 是极其重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不能说传统产业链当中 没有安全食品 而是说 在传统产业链当中的话 消费者根本无从知道 哪一个产品是安全的 哪一个产品是不安全的 也就是说 传统产业呢 它整个那个信息 整个它那个提供这个机制呢 无法让消费者 形成一个明确的认识 从而让消费者能做到放心消费 最终能获得安全食品 保证孩子啊 保证家庭 这个成员的这个健康啊 这是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们意识到 影响中国 整个这个 安全食品 整个这个产业链 机制的呢 最重要的一个 一个瓶颈呢 是大家都已经不信任了 因为 就生产者而言 我种西瓜的 我可能放化肥 我自己吃 农民都是采取双轨制 就是我吃的 我不放化肥农药 我给城里人卖的呢 使劲放化肥农药 也就是中国 生产者之间 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 政府企业和整个消费者 社会其他 这个成员之间呢 都是一种互害机制 彼此之间没有信任 因此呢 到了十八大 这个政府呢 也提出 也很关注 整个这个环境建设 生态的建设 食物链的这个 这个建设 但是呢 他们找不着办法 找不着办法的原因 我们刚才吃饭的时候 也跟有些朋友 在私下来聊 就是说传统体系呢 它本质上 是一个权力体系 在传统体系里面 是由政府部门 是由企业 和整个产业内的相关 构成的 他们 主要的是要 替自己赚钱 那就如何替环境负责 如何替消费者负责 如何替孩子负责 这个责任 在他那儿 实际上你是找不着的 因此呢 我们意识到 新的安全食品产业链的建设 至关重要 它的本质上 是要迎接一个责任体系 就是 大家都能像 父亲对待孩子那样 来对待消费者 它核心就是要承担那种责任 这个新的食品产业链的形成 才有可能 因此呢 我们差不多摸索了这么几年 经过三四年的这个 和各方 这个合作伙伴的这种交流 我们就摸索出了一套 能够引导整个产业链 转轨 朝生态这个方向去发展的一套 行为规范 我们就叫 叫SPGS 这个安全食品 生态共识信用体系 SPGS的前第一个字母 S呢 就是三个英文 我这英文不大好 就第一个英文的意思呢 就是叫 叫那个 协同 就是Shenage Shenage 今天我们这个发布会 里面 请问有一个中心词 也是这个 也是这个意思 第二是那个叫可持续 可持续英文怎么说 对 也是S 第三是安全 就是这个SPGS的第一个字母 有三重 这个S呢 有三重意思 后面的三个英文呢 叫PGS 实际上是欧美 已经非常成熟的 发展于美国 欧洲这几年 这二三十年呢 发展到也比较迅速 就是叫消费者参与式 食物保障体系 就是说 消费者 你想要让孩子 让家庭成员安全 健康 能解决好生存和发展的问题 实际上就是你自己要承担 作为消费者的责任 干什么呢 转变观念 转变生活方式 完了之后 脱离传统的这个食物链供应系统 你自己要从城市 从家庭呢 走入农村 走入田间 你得去找靠谱的农场 找靠谱的安全食品 完了根据消费者自己的需要呢 通过团购的方式 通过会员的这种方式 或者甚至最好的是 通过订单的方式呢 来介入到生产过程当中去 这个挺有意思的 就是说消费者实际上 是通过自己的购买力 通过自己的腰块里面的这个货币呢 来发生了一个角色的这种叠加和转换 在传统体系当中 消费者仅仅只是消费者 但是在安全食品生态 这个新的这个体系当中呢 消费者会形成三个叠加 就是我最初我替孩子找安全食品 找靠谱的农场 我是消费者 但是一旦和消费者 消费者和生产者发生了社交关系 变成兄弟朋友 变成哥们以后的话 他就会成为 那个安全食品的推广者 就是消费者叠加了生产者的角色 最后又叠加了推广和销售者的角色 也就是说在未来的这个 这个历史发展时期当中呢 生产者和消费者从两个方向 朝一个目标在奔跑 或者在迈进 是什么目标呢 就是生产者也通过 就是我吃我生产的 我是生产者 完了之后呢 我吃别人生产的 我是消费者 我通过互联网 完了我 我把自己消费不完的东西 去卖出去 变成消费者 销售者了 就三合一了 就是生产者和消费者呢 从两个方向 朝三合一的这个方向在走 因此呢 国内的这个 去年 李克强总理不是说的很 在各大会小会 说了一个 就是叫消费者 要变成消费商 这是一种新的形态 这是未来会颠覆 传统的供应链 传统的供应体系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 所以安否呢 也就是 从责任出发 从我们自己 摸索出来的这种 行为模式出发 我们第一步呢 是希望 能构建一个 人际信任链 完了 帮助生产者和消费者呢 从两端 朝这个三合一的 这个方向再走 那这时候呢 就会出现 那么几个场景 第一个 街房邻居 同学校友 或者是同事和朋友呢 因为大家都关心 自己自身的健康 健康 关心孩子的健康 完了之后 就结伴 会成为一个 一个新的一个团体 一个社区 结伴干什么去呢 就到周边 你像我北京的 我就在半径100 或者是半径200公里之内 爸爸团圆 妈妈团圆 完了之后 大家结伴 就去找安全食品 找靠谱的农场 找靠谱的食品 这样一来二去的 和农民就 有了这种社交关系了 这时候呢 团购 或者说会员 包括订单的这种 各种这种消费行为呢 就从出不穷 挺有意思的 你像我这个孩子呢 从一年以来 我是几个坚持嘛 第一 不打针 不吃药 包括感冒都不能吃药 最重要的是 他从头到尾 他的各种饮食呢 主食杂粮 各种水果蔬菜 都是我分三个半径 就是北京200公里 全国2000公里 个别不 中国市场上属于空白 但我就在全球范围内 帮助孩子找 分三个半径 2002000和200万公里呢 来给孩子找这种 靠谱的这种 相对比较安全 比较靠谱的这种食品 这样孩子的身体素质 他就是好 今年年初 北京市 这个他们班 36个同学 全感冒了 整个一年级 不止30个 相近100个呢 全感冒了 但是他是第一个 就是一天就好了 而且不吃一片药 你知道吧 这身体素质的影响 确实很大 因此呢 安否呢 我们目前 就是 走到2017年年底 这时候 终于看到了一个曙光 什么曙光呢 就去年 区块链 已经开始热起来了 回头我们根据 区块链的这些 技术模型 或者它的这种 服务方式 它的这种特征呢 跟我们这几年 摸索出了这些经验 一比较 一对比 一碰撞 就发现 我们看到春天了 我们 我们迎来机会了 为什么呢 我们刚才讲的 安否我们这几年 摸索的出来 这些东西呢 简单说 这个商业模式 很简单 就是 让好人 就找到好人 去做好事 做完好事之后 能有好报 能否有好报 就这么一个模式 但是这个模式呢 在传统的 这个 传统的产业领域内 包括传统的 传统的技术领域内 比如说互联网技术 就很难解决 这三个 三句话 就是找好人 做好事 有好报 这九个字 形成的这个商业模式呢 你很难实现的 比方说 农民 辛辛苦苦 按照城市消费者的 这个标准 生产出安全食品了 但是你 你要是 订单不足 团购不足 销售不畅的时候呢 我可能一旦就亏损 这一亏损的话 就把我一年的 这个劳动 一年的时间 就全亏进去了 知道吧 那在 在消费者这一端 你来观察的时候 消费者辛辛苦苦 找了一些安全食品 如果 如果是因为销售不畅 这个 这个生产者的产品 卖不出去之后 他第二年就改中了 也就是他花了很长时间 寻找到的一个靠谱的农 一个农人 一个靠谱的农场 一个靠谱的产品 花了一年的时间 第二年就不见了 尤其是 我们替孩子 在找这些 安全食品过程当中 成本是很高的 200公里 2000公里的 这个各种 乱七八糟的费用 都很高的 这一块 投入呢 没有回报 也就是传统的互联网技术 他提供不了 这块回报 我们是 这几年是想了很多 这样那样的一些 一些技术创新 根据 区块链的这个 这个模式来 这个技术服务方式 或者他的这个 整个这个 模式来讲的话 能解决 有几个问题 第一呢 就是分布式基障 这一块呢 能解决 从消费者这一端 驱动 形成的新的产业链当中 不同角色的 信息披露问题 因为 大家可能都知道 市场上有很多技术 比方说 可回溯技术 一个二维码 就能在前头地间 或者说厨房餐厅里面 加一个摄像头 完了你这一扫 二维码 这不是整个生产过程 那些实际 景象 不是就可以反映过来吗 但那个东西呢 它解决不了 人是否作恶的问题 你说那个镜头 24小时 不停地在那抓取信息 那天黑的时候 没灯的时候 它放了化肥 放了农药的时候 你一样还是 看不见这道吗 那我们就设想 就是通过一个 互联 区块链的技术 让每一个环节 像 比如说 生产资料提供商 生产者 认证方 检测方 包括物流商 包括电商 超市 销售这些渠道 每个环节呢 通过分布时机 这样的方式呢 来上传自己的 我们称之为 叫责任信息 就是同样一个产品 这个土豆 从生产者 一直到超市 整个这个链条当中 要走七八个环节 那每一个环节的信息 是否是真实呢 谁来负这个责任 这个信息没人上传 第一是上传的动力不足 就是我在传统 这个互联网时代 二维码 一个二维码 也得一毛两毛钱呢 这一块 你不管是生产者承担 还是消费者承担 都是一块成本 最后分摊不了嘛 那再利用区块链 这一块 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呢 第二就是 这个叫智能合约 智能合约 我们这个SPGS呢 我们已经摸了差不多 五年时间 最近这两三年呢 把全国各个大专院校 各个有关的这种 智库型 智库呢 集中在一起 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一个 很庞大的这么一个体系 这个体系 回头用区块链的语言 一对照一看的话 它是很典型的 叫智能合约 智能合约 智能合约的作用 其中有一个跟我们有关 就是能够让不同的角色 产业链上不同的环节 完了之后 按照同一个标准 同一个目的 同一个目标呢 把大家的行为呢 组织在一起 就大家都来 为一个产品的安全与否 负这个责任 这是第二 第三个呢 就是区块链的这个激励机制 就是这个Token 就我们今天重点请几位专家来谈 就是这个通证 经济呢 和安全食品生态建设之间的这个关系 这一块呢 专家们更权威 待会呢 就请专家再给我们再讲解 好吧 我就先讲到这儿 好